總統 藻礁有讓步的空間嗎 總統 公民黨提供您說 攤牌棒沒有副尾 此時此刻 人類唯一的家園 地球 正遭遇嚴峻的挑戰 以臺灣為例 在極端氣候影響下 兩三年前 我們還在擔心暴雨後的邊水 但從去年到現在 卻遇到了百年的打旱 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極端氣候 在未來變成一種新常態 也因此 我們有責任 要為氣候議題做出更多努力 相信大家已經注意到 因應氣候變遷 在國際上一股新的趨勢正在形成 首先是歐盟 前年底 歐盟提出了歐洲綠色政綱 宣布要在2050年達成碳中和 也就是淨零排放 此外 歐盟也預計要開始克徵碳關稅 接著 印太地區去年 日本 韓國 中國 都提出了淨零排放的目標時間 然後是我們的重要夥伴 也就是美國 就在今天 拜登總統即將召開氣候高峰會 美國在全球減碳議題上扮演著關鍵角色 所以至今天為止 已經有超過120個國家 提出了在2050年之前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 也有不少跨國品牌商 比如蘋果 Google 微軟做出淨零排放的承諾 臺灣不會落後於國際趨勢 我們的第一個任期中 我們已經透過5加2產業創新計畫 已經全面發展綠能和循環經濟 今年元旦 我進一步提出要找出最符合臺灣未來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 把減碳的挑戰轉換成產業和就業的新機會 當世界上多數的國家在談論2050年近零轉型的目標 臺灣也正積極地部署當中 在行政院統籌之下 政府已經開始評估及規劃臺灣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的可能路徑 除了穩定推動中的能源轉型 包括製造 運輸 住宅 農業等部門 也必須提出系統性的減碳策略 有些人覺得這是挑戰 但是我覺得很多產業界的朋友 已經把淨零轉型的趨勢當作是機會 請回答 請回答 請回答